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盤中一度重挫217點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什麼股票跌最慘 IC設計股跌最慘 這檔6643的M31我們昨天賣掉 盤中尾盤的時候灌到跌停板 雖然他沒有鎖住但是打開 對不對但是他就一路往下停 所以你看昨天很多的網友 看到昨天佳衛老師下的標題是非常shock 因為佳衛老師說什麼 我們昨天把IP股全出了 那我們本來只保留一檔威勝 因為威勝昨天還在創新高 因為我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最近我已經看到市場的資金由高 不斷的下放 再轉低 然後呢或者是橫向的 再轉移到其他住群 所以我們昨天 你看到昨天沒有看到任何的利空 你也沒有看到 M31後來這個在盤後發表虧損 但是我就跟各位講 我說你其實你從盤面上你看得出來 這也就是佳衛老師不斷的 在自我精進的部分 我自我精進不是什麼 再去多研究幾個技術指標 再去多研究它的基本面有用嗎 我問你你昨天你看得出來 金星科它一月是虧損的油銀轉虧嗎 你絕對看不出來 你絕對看不出來 所以我說了嘛 以前家瑋老師是什麼 我想要 我意氣風發對不對 哇我想要劃線給大盤走 但是現在我不是 我現在我每天我就是在看這個盤 這個盤來告訴我 接下來要怎麼走 那我要做的只要是什麼 紀律的跟著它去走就好 所以很多人就昨天看到那個 那個教育老師 轉航運股一開始嚇一跳 你知道嗎 哇教育老師你這個大航酸 怎麼可能會去轉航運股 檢討啊進步啊 對不對 我也會檢討 我想說哇當年航運股這麼標 我為什麼沒有去做它 對不對 家瑋老師最大的優點跟其他分析師 最大不同的優點就在於 我會檢討 對不對 不管我那時候我怎麼不認同它的基本面 股價標是事實 是不是 就像你現在你看很多事情 比如說宏達店 很多人看它就不順眼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股價 多頭排列是事實 你說今天宏達店跌很多嗎 3% 那 跌停啊 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在研究很多東西的時候 是要去 這個盤它告訴我往哪裡去 那我們最終的結果 尤其是教育老師是代會員 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想方設法的代會員賺錢 而且要賺最多 最多的錢 那我知道你今天你對問我說 教育老師會笑死對不對 航運股今天又沒漲 而且航運股今天是要尾盤耶 我之前是不是跟各位講這個 來 判斷行情最熱的兩個指標 一個叫投庫指標 一個叫酸民指標 尤其是酸民指標 我昨天還特別再把這個圖再拿出來 再跟各位複習一遍 每次只要教育老師抓轉折的時候 酸挖一定會大酸特酸 是不是 所以你看喔 教育老師從今年1月 對不對 這裡 翻多 這一天嘛 1月3號翻多嘛 對不對 這我不用再找圖了嘛 對不對 我說這裡打第二隻腳 這裡我們元旦的時候翻多 當時候市場上是不是很多人在酸教育老師 因為接下來有個農曆過年 甚至我在這裡告訴你 你要強力報股過年 時辰資金報股過年的時候 大家也是非常不認同 對不對 第一階段 老蘇抓轉折 市場上一定會大酸特酸 然後就開始抓雨冰啊 會員超準大獲全勝 對不對 我們前陣子是不是大獲全勝 是不是大獲全勝 對吧 很準嘛 準到不行嘛 這些酸民就會鼻子摸摸偷偷跟單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開始有那個 人就開始跟單了對不對 那些原本罵我罵很兇的人 開始跟單 跟單之後就會被老師教訓 我們昨天是不是把IC股全出 對不對 昨天他們一定不相信 這些酸蛙一定不相信 等到你昨天晚上看到美國股市中錯 等到你今天早上突然看到 M31音樂移收 虧損 對不對 對 6643 來 我們昨天賣在這裡 這裡 然後今天跌停板 對不對 你說我又沒有M31笑死 你沒有M31你有沒有支援 對不對 對不對 同一掛的啊 同一掛的啊 IC設計股同一掛的啊 我們昨天留到紫生涯一檔衛生 今天早上我也把衛生 出掉去換航運股 就這樣啊 對不對 你看吧 智原 有比較好嗎 有比較好嗎 你昨天你看得出來智原 它要掛掉了嗎 你絕對看不出來 那所以我問你 家瑋老師有沒有狠狠的教訓了 這些偷偷鼻子摸摸跟單的雙蛙 有沒有 有嘛 對不對 然後咧 是不是我們後來就轉了航運股了 轉了航運股之後 今天的航運股 家瑋老師 沙尾盤內 第1.61% 昌榮 陽明跌0.31% 萬海跌 1.03% 我問你啊 我就算是把它當成一個資金避風港好了 對不對把船 全部都上船 諾亞方舟 對不對 暴風雨要來 我 跑了 我只要 沒有什麼大虧損 我是不是就等於賺到了 因為我已經把 漲多的IC設計股都獲利了結了嘛 你不跑 我問你你今天怎麼跑 直接就一路灌了 你不跑 你今天怎麼跑 一路灌 對不對 還有這個神主也是一樣嘛 這個神主我之前就跟各位講過他的股性嘛 我們之前獲利了結之後我就再也不敢追了為什麼 因為神主我們操作過很多次 我們四次都是獲利了結 可是後來他大漲我沒有再把他追回來為什麼 因為他的股性 就是什麼 尖頭反轉 他的股性就是尖頭反轉 你看每一次 我們之前賣 賣 都是尖頭反轉 他的股性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賣完之後 對不對 他噴出去 我不敢追 因為他就隨時 你看嘛 昨天還在創新高 今天就補你一個跌停 這個就是家瑋老師在研究的地方 所以我說我們今天要怎麼樣 越來越準 我們要專業的去研究 重點你研究什麼 你研究了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回頭來講 你看喔 昨天你本來可能很多人本來不認同家瑋老師買航運股 可是當你看到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重挫 當你看到 M31 虧損 你就想說 今天咱們手刀對不對 我們今天手刀 搶進航運股 今天早上一定有很多人想要進來當沖航運股 想要來什麼 卡個油賺個錢 因為你今天早上你又看到這個 做股票有這麼容易 航運股又不是小型股 又不是東哥 對不對 東哥旅遊 你自己去看那個東哥遊艇 今天怎麼走 東哥遊艇最後有收跌停嗎 我看一下 沒有特別注意 最後這樣 8478 是不是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一定 想說 哦齁 對不對 電子股完了航運股起來對不對 哦讚喔 他也是航運股喔 誰跟你講 我眼中我就不把他當航運股 他是觀光股 他不是航運股 你懂得意思嗎 他雖然也是船 但是他是觀光股啊 早上一衝到大家進去追 他就會咻 是 是不是 所以當你今天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 你不敢 有人比較敢去追東哥旅遊 對不對 比較不敢的就 2603長榮 對不對 2609 對不對 萬海開高 對不對 衝啊 然後咧 就沒賺到錢 那你說他們技術面很差嗎 昨天跟帶量紅K棒隔天走這種線型 本來就是很 正常的事情 不是嗎 不是嗎 我們講今天跌最多的 長榮 長榮是昨天漲最多的啦 那你有沒有看到這一條叫什麼 叫季線反壓 今天台北股是跌成這樣子 今天早上一大堆人衝進來想卡油 你認為他會過嗎 所以我必須 教育老師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看到今天航運股跌我是開心的 為什麼 沒有把你們這些卡油的人甩出去 他怎麼會再漲呢 對不對 做股票有這麼容易 當你昨天本來你不認同 然後你看到昨天晚上美國股市大跌 盜窮跌700點 你早上再看到貨櫃航運反彈在旺 然後你今天就竟然無本當沖 對不對 反正貨櫃航運 很大支嘛 你可以沖很多嘛 你要沖100張200張沒有人管你 這樣就可以賺大錢 做股票現在做股票有這麼容易 那人人都發財啦 那我還需要研究嗎 所以我今天你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我今天都在買航運股 我甚至散裝航運 我也買了 可是我希望他今天殺 為什麼 把那些來卡魚的人 把他甩下去啊 這就是教育老師在 研究的東西嘛 所以下個階段我會 再跟各位講清楚 因為現在很多人很好奇說 教育老師你是不是養小鬼啊 怎麼可能你對這個盤這麼 怎麼抓得這麼準 我再跟各位講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 我們現在 你要學習的是 你要去感受 去觀察 這個盤的任何的蛛絲馬跡 去知道這個盤他未來他要往哪裡走 而不是你告訴他他要往哪裡走 不可能 我們對盤是要謙卑 我從很年輕我就知道這句話 但是 人啊 年輕氣盛 哪有可能 最近這麼主 我一定是畫線給大盤走 是不是 沒有 我現在 自從 兩三年前對不對 我那時候不是跟各位道歉 我說 這個 這個疫情有沒有 這個教育老師 太年輕氣盛 對不對 從兩三年前你自己去看 我轉折抓得有多準 就是我後來 我研究的方向改變 什麼叫專業 什麼叫專業 美股我不懂 對不對 美股可能研究起來他又是另外一套 有些 我看到很多網友對美股很懂 我不懂 但是台股 有的股票有他的股性 像譬如說我知道省準就是 尖得上去尖得下來 其實宏達店也差不多 對不對 宏達店最近有一點改變 但是他以前就尖得上去尖得下來 就是每一張股票有他的股性 然後大盤的趨勢要往哪一走 你要從很多的面向 從一些很細微的地方 去看 看他告訴你 什麼訊息 然後你就是 很紀律的 跟著他去做 然後做了以後 像這樣 就會有很多人笑你酸你 然後 不斷的循環 又開始回到第一個循環 但是其實往往第一個循環是最好賺的 因為你想想看嘛 第一個循環之後 後來會有一個大獲全勝 大獲全勝之後他們跟單 跟單之後就被老師教訓 這裡是家衛老師 被市場上酸最慘的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就是最好賺的時候 所以今天家衛老師不僅 沒有賣航運股 我還大力加碼 就是這樣 所以下個階段我會用 我們今年以來 從1月3號以來的股票操作 因為我覺得 我 我自己的操盤有更進步啦 我用這個操作 我來告訴各位 你要怎麼樣去感受到這個盤 他出了什麼事情 當作一個教學 教學像什麼 酸民不要看 OK 因為你們也看不懂 你們既然不接受 你們就不要看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講給這些人聽 叫做對牛 彈琴 那如果你覺得家衛老師 有幫到你 你有賺到錢 你有避開風險 自己點點的彈就好了 不用特別去什麼靠北投貴 也不用去哪裡寫 不用特別讚揚 OK 我希望我能夠幫到你 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5868 和中日央行大放水 甩膠完畢 再闖新高 今天入會 陳特董 陳老師 會可以幫您出一半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隨便刷線 0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這個階段很重要 你要仔細聽喔 我之前跟各位講說 嚇你甩你磨你 我後來我又做了一張字卡 我叫做多頭賺錢的三模式 叫超低卡位跟追加 每一個 你如果把台北股市拆成很多的小階段 你就會發現每個小階段 的 方法不大一樣 這個 我有時候做一些字卡 就是 嘴巴很簡單 就講得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都是教育老師 經驗談跟心法 我不會吝嗇在節目上分享 因為我希望能夠幫到更多的人 我所謂的幫到更多人 不等於是你要交我會員 你要不要交我會員是看你自己喔 對不對 你看喔 我說超底超底是空頭行情末端 我們在1月3號翻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也是在笑我嘛 對不對因為大家那時候覺得要破底 你看我們當時怎麼買怎麼賺 可是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你看我們那時候買 對不對我們賣掉是不是被甩掉 賣掉是不是就被甩掉 賣掉是不是就甩掉 當然有些股票我是利用再買回來 但是我們很多的股票像這個深淳 我們這麼賣掉被甩掉 這個美食我們賣掉是很漂亮的 後來就是 就是那個生技股就下來了嘛 你看 當你賣掉很漂亮 你就會發現 就沒行情 欲進光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後來還被甩掉嘛 他又突破年限了嘛 但是我們後來還要有買回來嘛 對不對 金剛嘛 對不對 今天金剛還在衝 是不是 好 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我再講一次喔 當你如果你賣掉就被甩掉 賣掉就被甩掉 賣掉就被甩掉 第一個 這行情是沒有問題的 懂嗎 這代表上漲的股票越來越多 你買新的股票也漲 然後你原本的股票也漲 這叫行情越來越熱 這是我之前跟各位講 好 後來就甩掉 他利用巴菲特 台灣人就最 最重視這個台積電嘛 所以台積電一甩大家會怕 對不對 甩 甩完之後會再上 好 你看喔 再上 我們的操作還是蠻俐落的 來你看喔 我們旺行沒賺錢我們把它賣掉 賣掉 轉四電 四電一買漲停板 我們隔天就賣掉了 你會發現我們做的那個頻率越來越短 廣金賣掉經驗 買了 對不對 喔 隔天就衝漲停了對不對 還沒買了漲停 很神 但是 頻率越來越短 代表是什麼 我賣掉它的時候就是覺得有問題嘛 對不對 然後賣完之後 也還不錯 對不對 這個時候代表什麼 我再說一次 當家衛老師賣得越來越準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盤出問題 我們昨天IP股賣的準不準 準 就代表那個族群就 要可能要 我不要說它死掉了 因為我也不覺得它會死掉 可是它整理的時間可能就要花很多了 可能要花很久 你懂我意思嗎 IP股 你看喔 飛鴻對不對 我們全新獲利了結買飛鴻 飛鴻還可以賺錢 但是我們隔天又把它出掉 我們上個禮拜 都在隔日沖 還有這個禮拜初期都在隔日沖 對不對 Wayson 盤一盤昨天還創新高 對不對 麗龍店 昨天還創新高 所以昨天看起來盤沒什麼問題對不對 我們把你的細創 昨天也還在創新高 這都我們昨天還在創新高 家機昨天震盪整理之後 還在創新高 但是你會發現 股票越來越少 這就是為什麼我昨天要賣掉的原因 因為你會發現 高價股不大會動 變成是100多塊 甚至Wayson那種80塊的股票 這就是我跟各位講的資金下放 資金不斷不斷的往下放 那你漲多的股票 尤其是高價股 高價股有兩種 一種是 股價低低的像信華那一種 另外一種像IP股是往上衝的 衝到高高的天上 高高天上的這高價股 有人在賣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出來 他最近就是不斷的這樣子 創新高之後又撒下來 創新高之後又撒 那就有人在出貨 出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我昨天把它全部出掉 就很不錯 然後你就會發現 我們本來操作都還不錯對不對 可是 昨天都還有創新高對不對 可是我們從 禮拜一 的會員績效大爆沖之後 我就突然 我就慢慢發現 我們股票怎麼賣得越來越準 連勇獲利了結還衝出去 對不對還慢慢漲出去 但是 蠻弱的 因為連勇漲完之後換天譽 連勇是領頭羊 就天譽落後補漲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資金轉換 你從領頭羊轉到 落後補漲股 他已經告訴你 領頭羊不大會漲 就算連勇的基本面很好 他漲的也比人家慢 你就要去注意這個問題 金星科獲利了結 這個有沒有 本來衝出去後來掉下來 我們沒有賣得很漂亮 必須這樣講 但是我們還是有賺錢 賺6%左右賣掉 對不對問題是賣掉之後 就爛死了 對不對 那 如果我沒賣的話 可能變賠錢 四星KY賣掉 你看四星KY轉弱了 我還等他一個反彈 你這個反彈 又沒過 好賣 對不對 這個賺比較多 從這裡 到這裡 對不對 然後西華也賺 一點點而已 然後你看 四店一賣就很漂亮 對不對 四店 15034點 賣完之後就掉下來 當然我 我跟各位講 我 我還是跟各位講 你不要聽我以為說 啊 教育老師你這樣是不是要放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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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來講這個盤還是多頭 只是我說漲多了電子股 尤其是IP股 他可能要整理一段時間 那資金會往下往橫的走去 轉到其他的族群 這是我們今天在做的動作 你看我們加幫獲利了解 當天就掉下去了 就黑棒了 有沒有 我們賣這裡 賣很漂亮 對不對 我們幾乎賣在最高點 幾乎賣在最高點 這一天最高點 幾乎 賣得漂亮這個盤就有問題 全新賣掉 賣得很漂亮 穩貌 對不對然後昨天我們IP賣得漂亮漂亮 創新高直接把它賣掉 今天大跌 M31賣得漂亮漂亮 賣完今天跌停 創意賣得漂亮漂亮 漂亮 對不對然後呢 糟糕 塗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今天去做了很多動作對不對 然後我們最後買了 不見了 反正我們最後 買了四檔股票 我們今天用獲利了解一些股票 在這裡 我們今天把辛勤獲利了解 利隆店獲利了解 威聖獲利了解 家機獲利了解 化和賣掉 然後我們買進會洋KY 我們買進玉民 我們買進星星 我們最後買進TPK 因為TPK是從底部冒起來的第一根 TPK拉尾板 就這樣 所以是往下 往橫移 今天教育老師花比較多時間在教各位 所以我說你要怎麼準 你要靠的是專業紀律抗壓 你一半教育老師幫你出一半 我們 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